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個三隻小豬的故事 我想邀請各位一起參與角色扮演 我自己就扮演豬二個 Richard就做豬大哥 好呀好呀 George就做豬三個 耶好耶 媽咪就做回豬媽咪 做回自己哈哈 從前在森林裡住著豬媽媽和三個小豬 有一天豬媽媽和小豬說 現在你已經長大了 應該學一些本領 你們各自去建一間屋 三隻小豬問媽媽 用什麼來建屋 豬媽媽說 杜草、木頭、磚頭都可以建屋 但是杜草沒有木頭那麼結實 而木頭沒有磚頭那麼結實 小豬聽完之後 就高高興興地去找材料建屋 大哥見到前面有一堆稻草 他就想了 嗯,我就用稻草來建了 他三幾下手勢 好快就把屋建好了 二哥找一下找一下 見到前面有一堆木頭 他就想了 嗯,我就用木頭來建屋了 好快他當然屋都建好了 弟弟就找了一堆磚頭建屋 他一塊一塊把沉重的磚頭搬來建屋 好辛苦啊 簡直遇到大汗林來 他是最後一個將屋建好 三隻小豬建屋的事 被住在森林裡一個大灰狼知道了 大灰狼想了 嗯嗯 等我抓你三隻小豬 享受一頓肥豬餐先 哈哈哈哈 大灰狼來到大哥的草屋前面 大叫開門開門 大哥當然不會開啦 大灰狼用力一踢 整間草屋就倒了 大哥好怕啊 趕緊跑去二哥間木屋 大哥邊走邊叫 大灰狼來了,大灰狼來了 大哥好快走去二哥間屋面 大家鎖住門 大灰狼來到二哥間木屋裡 大叫開門開門 二哥當然不肯開啦 大灰狼於是用力一撞 這間屋已經搖了一搖 大灰狼又用力一撞 整間屋就倒了 大哥和二哥割根圖名 跑去三個間磚屋裡 大灰狼來到三個間磚屋裡 三隻小豬都躲起磚屋裡 鎖住門 大灰狼大叫 快開門開門 三隻小豬當然不會開門 於是大灰狼用力一撞 房屋動也不動 大灰狼再用力一撞 房屋依然不動 大灰狼第三下用力一撞 哎呀好痛啊 大灰狼撞到頭腫面腫 房屋動也不動 於是大灰狼嘗試用煙通爬入屋裡 三隻小豬在爐頭裡 點起紅紅烈火 燒著大灰狼 大灰狼好痛啊 於是逃走了 耶 成功擊退大灰狼 三隻小豬都很開心 自此之後 三隻小豬都用磚頭起屋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三隻小豬的故事就此完結了 希望各位小朋友都喜歡啦 希望各位小朋友都喜歡啦